嗨,这里是猫腻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第二讲《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这一讲来说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值得反复思考的,中国人当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作为对手的英国人,是不太了解的。 包括像林泽徐这种我们传统上认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其实也只是在到达战争前线之后,才临时抱佛脚,真正开始观察西方世界。 而英国人,至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报和信息,他们知道中国的许多事,不仅有军事的,还有经济的。 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而英国人则有明确的目标,即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商业纠纷,进而打开中国的市场,跟中国人进行贸易。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上一讲说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其实是借用了世界史的概念。 若是按中国传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会变成朝代史。 美国传教士丁伟良曾经当过经师同文馆,以及经师大学堂总教席。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一直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 他把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之间的历史分为六段。 其时间节点的选择与如今通行的说法有所不同。 第一段是鸦片战争,以及洪秀泉初创败上帝教。 第二段是亚罗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三段是中法战争。 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战争。 第五段是义和团运动。 第六段是日俄战争和中国的新政改革。 丁伟良是以感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开放尺度来划分这几个阶段的。 随着历史往前走,中国人对外国开放的尺度不断加大。 我们现在看也许会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战争,一次次地打来,的确逐步开放。 一直到日俄战争和新政,此时便彻底开放了。 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这种理解来划分中国的近代史。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是一连串挨别人打的历史。 这确实是很悲哀,或者说是很悲惨的历史。 但是我们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 世界已经变了,我们要往前走。 在西方,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像我们这么划分的。 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这种画法,今天已经接受到了挑战。 许多人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 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西方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 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 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 在16、17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 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 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 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 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 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是欧洲商路通畅,也直接打通了世界的商路。 商业制度本身的行汇制度也日渐没落。 二是手工业的革命。 西方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 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 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工业已经相当精湛。 举个例子吧,比如火炮。 利用黑火药的火炮和火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到明朝中叶,我们做的枪、炮和火药都已经赶不上西洋人了。 西洋人所掌握的制造枪炮的技术最早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 但我们现在却都赶不上他们。 枪炮的精度不够,火药的加工工艺也差得太远。 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徐光启他们又把西洋的火药制法和枪炮制法翻译过来。 我们自己在开始仿制、生产。 其中主要的类型是红仪大炮。 所谓红仪大炮,是一种能够连续发射较长时间的火炮。 过去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倒石,然后装上炮弹,后边再一点火、筐打出去。 但这么打出去挤炮之后,炮糖就会变热,甚至发红。 这时就不能再往里添了,否则当场就会炸了。 也就是说,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再打。 而在此期间,火炮就不能发射了。 而西洋人的红仪大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他们的炮堂是可以打开的,里面装一个小炮堂,这样可以先把火药装进去,打完了可以拿出来。 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炮弹的前身。 在历史上,炮弹的弹头和药仓曾经是分离的,两者合到一起是后来的事情。 由此可见,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 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糖一点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糖了。 敌人还没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 枪的制造工艺更是粗糙,当年盗光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有一件特别牛的事儿,就是当时临清天礼教起义。 从龙宗门攻进宫里的时候,这个哥们儿据说是拿着火炮,光光打死了两个。 道光帝是精通火枪的,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时,就非常的感慨,觉得西洋人造的火枪制造精致,而中国人不知道何时才能造出同等的产品。 讲这个是想说明,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他们的手工工艺可以造出很精致的东西,比如为航海造的船,此时就已经精致了,还有为造枪炮、火药而制造的一些加工机械。 工业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以前教科书里讲,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被蒸汽顶起来以后,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 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机最早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是把蒸汽机改进了而已。 所以,进行发明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坐在苹果树下鸣思哭响,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到脑袋上了,然后他就要得出伟大发现了。 其实,这些发明和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 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或者是蛮荒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文明跟现在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做个总结,对比西方,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 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 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 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 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 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有没有可能呢? 可能性是有的。 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殷家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我们已经落后了。